我时间其实你主要就是 我不主动 但你叫我我肯定出来 现在我觉得我们都已经 我觉得你就只要 相处来了你就会 那我其实就是我和别人教室我怕什么 就是怕我怕别人不喜欢我 我担心就这个我怕这个 所以我有这种担心 我怕别人觉得心有麻烦 其实 其实我有点我其实有点恐惧就是 就是叫朋友 其实我之前我特别喜欢交朋友 我之前交了很多朋友 但是就有一天 突然发现如果我不联系他们的话 没有人能联系我 然后 就突然觉得原来 就只是自己把这个交友的这些方面 就想的有些太 太重要了你知道吧 突然有一天就想明白了 就觉得喜欢我的人 然后想一起交交往的人 肯定会会相互的联系 对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 不再去很主动的去交朋友 就真的是 最新的人 然后才会去 就是 深交 要不然就真的就是 饭饭之交 怎么念得上过得来 其实对就 对就 因为 不需要跟谁都 对 而且我本来就比较喜欢交朋友 只不过通过那一次就感受到 做人不能总主动 那样的话就感觉 对 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是很主动 只有跟我 缺位相同的人我才会去主动 然后也是慢热 你也属于慢热 我是很慢热 我第一次见到人我就很害羞的 几乎 虽然没有你这个程度 对 但是也是不是很爱说话 对 只有久了以后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能说心里话 那样的话才会交流 主要是 主要是可能我小时候家庭环境的关系 他们我父母管得我比较严 是吗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然后放学就都准时回家 我爸妈都是 不这么让我出去和别人打交道 所以我到时间一长了以后就发现 就有点不想 就是自然心里就不太敢去和别人打交道 我是那种 父母就相信我 知道我该怎么做 就不太 就属于那种 会告诉我该怎么做 但是做的 你要自己 就该放的时候还是放的 就不会抓死我 我管不可以 你不要